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一下History历史指令查询 刚才讲了快捷键 是吧 现在讲一下History历史指令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是比如说我们自己 我先把这些清掉 比如说我们自己执行了某些指令 然后后来忘了执行这个指令是什么 就可以通过History来进行查看 比如说History History一回车 看 这是我执行的 我root用户登物进来 之后执行的这些指令 看到没有 历史指令都有了 那么我们想用 比如说这条指令 我继续想用这条指令 我可以怎么来用呢 直接感叹号 你看每一个指令前面是不是都有个编号 刚才我说的是哪个来着 是不是这个 37 那你就可以直接感叹号 写个37一回车 看 执行的就是LS-L 好吧 可以这样执行历史指令 如果说这个数字 我不想 我不太记得了 或者是指令太多了 我也找不着了 我大概记得是一个什么呢 Cat开头的一个指令 你看Cat开头这个指令 最 最什么的 别说Cat的了吧 我来一个 LS的吧 我来个LS的指令 我就记得是一个LS 开头的一个指令 那么我在这一回车 你来看 他就会自动帮我执行什么呀 我最近一次执行的那个指令 看到我们看Hitory 你看刚才执行的是不是LS-L 对吧 LS-L 那么我呢 就是在这 感叹号输入个LS 我记得是这开头的 一回车 你看 他就会自动帮我找到这些指令当中 离我就是最新一次使用的 离我最近的一次使用的这个LS 这条指令 LS开头的这条指令 来执行 明白意思吗 就这个意思 然后这是感叹号 感叹号 感叹号加数字 以及感叹号加什么呢 加这个某个条指令的一个开头信息 然后你回车 他会自动找最近的 以这个指令开头的那个指令 全部给你执行一下 好吧 这是他 然后我们再来看 历史指令呢 是可以清除的 可以清除的 比如现在这些历史指令 我是可以把它清掉的 这个时候什么时候会清历史指令呢 其实比如说历史指令 你觉得太多了 你太烦看着 你就可以把它清除一下 那还有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黑客入侵你了 他在你的系统上 做了各种操作 各种指令操作 操作完之后 他不想留有痕迹 他就需要清除历史指令记录 他怎么来清呢 History 杠C 一回车 你再查看History 看还有吗 没有了对不对 那log out 退出一下 然后再登陆回来 你再看 你再看History 以前那些指令是不是还在 说我明明已经 刚才History 杠C不是说清除指令吗 不是已经清除了吗 怎么还有 你登陆进来 重新登陆进来之后 怎么还有 这是历史记录的一个保存的一个原理 是这样的 比如这是我们用户在这操作 这是什么 这是内存 然后这是硬盘 我们执行的各种指令 是先到哪 是在内存当中存着的 我们在这执行的History 查看历史指令 查看的是我们内存当中的历史指令 好吧 但是呢 这是内存 但是系统呢 有一个机制 什么机制呢 说内存当中的指令 当用户退出的时候 比如说退出了 比如说退出的时候 退出登陆了 对不对 退出登陆了 或者是什么呢 退出登陆了 或者切换账号了也好 反正怎么说 然后内存当中的指令 会在什么呢 硬盘当中保存一份 保存在哪里 哪去了呢 保存在了用户 加目录 下面的 一个叫做 DR Bash History 文件当中 它就保存在这里面 会保存一份 好吧 所以说 如果说你想彻底清除 那你需要把这个文件里边的内容 也要清除一下才可以 好吧 而我们现在 用户再次登陆这个系统的时候 那么 它通过History查看历史指令 虽然说之前清过 但是现在查看还能查看得到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 Bash History里面还记录了一份 当你用户登陆过来之后 它会把这一份内容 再读取出来给你展示 好吧 那你输入History 你还能看得到 明白这个吗 那我们Cat一下 就是Root用户 自己的加募录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当前Root Root目录 Ls-A 你查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 叫Bash History的 那普通用户的 它肯定是在Home 加上普通用户名称的 加募录下 也有这么一个文件 Root下也有 普通用户的也有 那每个用户的 自己单独做记录 好吧 这个记录的 就是Root用户的 操作指令 历史指令 那么我们Cat一下 Bash History 你看 这里面是不是记录着 所有的历史指令 是不是记录着所有的 历史指令 这就是咱们硬盘当中 存的历史指令 好吧 那如果说 你想清除历史指令 你还需要干什么 还需要把这个 Bash History的 这个 记录也给它清掉 也给它清掉 或者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们在这执行了 LS-L 是吧 再执行一个PWD 那我执行 我看一下History 一回车 你会发现 你看到了LS-L PWD 这是还有History 这个指令 是吧 这是我们现在 查看History 查看到的 我们的历史指令记录 是不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执行了一个History -C 清除了 对不对 然后紧接着 我Logout 退出了 然后我再登录回来 你注意 我CAT 我执行一下History History 你一回车 你发现 你有看到你的LS-L 还有什么指令来着 刚才我们看到 LS-L 还有一个PWD指令 是不是 还有这个指令 等等 这指令你能看到吗 你看 我们要看 能看到这个LS-L吗 LS-L 没有了吧 PWD也没有了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我们History-C 其实清除的是内存当中的指令 刚才我说过 这是我们用户操作 比如这是内存 这是硬盘 你已经执行了History-C了 是不是 -C 是清除了一下内存当中的指令 把内存当中的指令清除了 那你再退出 内存当中已经没有指令了 它怎么会同步到这个硬盘文件里面去呢 对不对 所以说 其实它执行History-C 就能把自己的什么 这个指令给清掉 好吧 那如果他想清除彻底一下 他可以把这个文件 BestHistory这个文件里面的历史记录 改了也好 或者清除了也好 都是 就是清除痕迹 他可能需要做的事情 好吧 这是 我说的历史指令记录 这个大家理解了吗 理解了 那TheirbestHistory呢 默认记录是1000条 1000条 默认啊 只记录最近一天 1000条的记录 Hist Best History 只记录1000条 那我怎么看他是不是记录1000条呢 通过这个指令就能查看 到底就是他能记录多少条 记录 你看这个 得到一个签数字 表示他现在 BestHistory 默认帮我们记录是最新的 1000条 这个命令 好吧 如果超过了1000条 前面的老的命令会被删掉 好吧 从头开始删掉 那么还可以什么呢 可以编辑他 可以自己修改 比如说1000条 我觉得不够 我就可以 VI VI哪个目录呢 这个目录 叫ETC下的Profile目录 Profile目录 然后下面有一个叫做 这个的 叫History Size 看到吗 Hist Size 这就是那个记录 把这个改成2000 那么就可以记录2000条了 好吧 还可以改小 也可以改大 这个呢 我们后面用到了之后 我们再改它 现在先不用动它了 好吧 这个呢 就是我所说的History的历史指令 相关的内容 History的历史指令相关的内容 那我这样停一下视频 1 这就是那个记录的历史以内容 我们下来就能够 到我下来就能够